你好 这是三驱兄弟 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3年 15至20价位段高性价比汽车推荐 我将每款车型的推荐时间列在视频下方 所有价格均取自厂商指导价和经销商价格 且各个车型的性能参数推荐理由均会在视频里标出 做这个系列是因为后台经常会有车位问我 预算15万预算20万都应该买什么车 我想很多观众也许都会有同样的需求 索性做一期完整的推荐视频 由于工作量太大 光是做视频就花了两周时间 这是真的很累 所以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务必关注三连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如果数据好 我也会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 好 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开始了 首先从轿车车型说起 这里先说一点 这个价位的车都没有特别大的缺点 选车前要宣签认好自己的需求 在这目的去选 这样才能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车型和款式 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款车型 比亚迪和DMI 这是目前比亚迪旗下最畅销的中大型车 低配的两款车型可以20万拿下 它的外观设计充满中国元素 前脸是悬浮式龙金LED大灯 尾部式贯穿式中国节LED灯 内饰的设计也非常豪华 不过低配都是仿皮 没有真皮 而且它的无线充电深受吐槽 会导致手机严重发热 和DMI的尺寸为4975 乘1910 乘1495 轴距为2920 有这么大的尺寸 空间肯定不小 但它在转弯或掉头时 确实有些不便 初次开中大型车的车主 还需要好好熟悉一下 虽然汉的销量很高 且好评如潮 其携带的DMI技术 也是相当的不错 确实为国产车争了不少光 但它的智能系统 和辅助驾驶等功能 也确实有待提高 经常有车主 吐槽它的自动远近光 自身于巡航系统 无药式进入等功能 第二 领克03 经销商报价 12.78至25.68万 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动力 高配的03有254马力 如果上了03家 不仅动力更强劲 而且车身更低 前后轮轴距更短 非常适合追求动力的车主 它的外观也相当不错 车尾有贯穿式尾灯 和透明熏黑灯罩 运动感非常强 领克03也有混动版 如果喜欢领克 不是因为它的动力 又想省些油 可以选择购买混动版 领克采用沃沃研发的CMA架构 车身被动安全性非常强 这对于领克来说 是个极大的优点 不过低配的领克 缺少一些主动安全配置 这些车主尽量上高配版 毕竟安全第一马 整体来看领克03还是很优秀的 但是它也有一些缺点 特别是发动机抖动问题 第三大众帕萨特 厂商指导价为18.19至25.29万元 但在经销商那里 往往可以便宜3万多 这款车之所以优惠力度很大 是因为大众在华销量不断下滑 今年上半年 大众集团在华销量为145.19万辆 同比下降约2% 中国市场占到大众集团 全球销量的33% 而上年同期这些数字为38% 为了维持市场地位 大众不起对其产品进行了降价 还做出了更高性价比的改款 新款帕萨特的高配版 推出了星空式格山 设计上与之前的造型相比 变得高级了不少 但是车尾部分和老款相比 基本没有变化 车身轴距达2872毫米 在中型车里比较优秀 足以满足家庭的日常使用 动力方面 星空豪华版搭载2.0T涡轮灯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186匹 最大扭矩320牛米 前置前驱 操控性能很不错 但有用户反馈 加速不均匀 有强烈的顿挫感 新帕萨特属于一个性价比的选择 整体来看 没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 整车素质中规中矩 外观和内饰进步了不少 内置实色环境氛围灯 更有科技感 其发动机也叫旧款 略有提升 第四 本田行格 这款车在23年 推出了混动车型 经销商报价14.49至16.19万 发展了第四代 IMMD 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 和2.0升直喷式 阿特金森发动机 车身尺寸为4563x1802x1420 轴距为2735 它的外观相当优秀 安全性能也很不错 全系标配是安全气囊 比较大的一个优点是 后备箱空间大 能装很多东西 本田行格的音响 是超出博主预期的 车内的采用了 BOSE豪华音响系统 声音质量在同级中比较强 可惜内饰用料牵质感 硬素料太多 它底盘采用的是 前麦夫逊加 后多脸感的组合 日常道路行驶 对颠簸的过滤做得很不错 第五 丰田凯美瑞 这是丰田旗下的爆款 携带VVTI VVTIE特有发动机技术 2.5升四缸发动机 最高拥有4.81百公里油耗 油耗很低 它长4885 宽1840 高1455 轴距2825 尺寸的各样数据还算优秀 这款车官方指导价 17.98万 至26.98万 它的可靠性耐用性和舒适性 是它一直深受车主喜爱的原因 并且二三款的凯美瑞全系标配 10RSR空气囊 替拍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使用性非常不错 不过许多车主反馈 它的隔音不太行 猜到也有些大 SUV我们的推荐依旧不分先后 然后10到20万元价位 可以选择的SUV品质也确实不错 这里我推荐几款比较热门的车 也欢迎各位车友在评论区 推荐你重草的SUV车型 第一比亚迪宋Plus DMI冠军版 经销商冒价为15.98万 车身长4775 宽1890 高1670 轴距2765 与其相似的一款车 宋Pro DMI冠军版 整体尺寸比它略小 但顶配15.98万就可以拿下 二三款的宋Plus 外观上改用海洋系列的设计风格 车标由汉字改为BYD 虽说名字人为宋 但它实际上是比亚迪海洋的系列产品 Plus和Pro的内饰区别不大 博主认为Pro的要好看一些 它们的缺点也离不开比较 Bus最大的缺点是性价比不如Pro 而Pro最大的缺点是空间比Plus略小 两款车的动力没有任何区别 发动机都一模一样 区别在于续航 Plus提供110公里和150公里的续航版本 而Pro提供71公里和110公里的续航里程版本 在续航方面 Plus的上限要高一些 除此以外都是些小区别 在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博主建议想购买Plus 却只有钱买最低配的朋友 买顶配的Pro 二者的经销商报价相同 但顶配的Pro配置要比低配的Plus强很多 单说主动安全预警系统 低配Plus一个没有 但顶配Pro直接拉满 而且因为Pro车型本身就比Plus车型轻 Pro车型的百公里加速和油耗都会更影响一些 第二本田CRV 这款车一直是SUV市场的长青树 地带销量都很不错 厂商制造价14.48至24.79 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703 1866 1680 轴距为2701 虽然定位紧凑型SUV 却有接近中型SUV的尺寸 五座版和七座版外观量有区别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但整体看着很好看 软骨只有高配才有19英寸 中低配只有17英寸 我主认为17英寸对于这么大的车身来说 看上去可能会有别扭 但高配版的价格要超出20万 本田CRV的舒适性操控性安全配置 以及辅助驾驶等各方面都很不错 但是它还是会有些缺点 比如它的胎道和隔音能力 一直以来都不算优秀 还有它朴素的内饰 做工上有些粗糙 不太符合年前的审美 第三 丰田丰兰达 新销商保价10.78至16.98 车身尺寸为4485×1825×1620 轴距2640 对于它的车身尺寸来讲 它后背相处空间很大 丰兰达的外观设计时尚 官方可选配色非常多 但内饰设计一般 与年轻运动的外观反差很大 它的整体性能很优秀 发动机的声音和震动都很小 二三年新上了混动版 油耗的表现很不错 很适合注重油耗的车主 不过丰兰达的配置一般 只有顶配才有9安全气囊 次顶配也才只有7安全气囊 而且它的方向盘基本都是塑料的 只有顶配才有真皮方向盘 今年国产车发展的很不错 博主认为同价的车 买国产的话性价比会很高 吉利新月L 经销商报价12.92至17.72万 车身尺寸为4770 1895 1689 轴距为2845 虽然定位是紧凑型SUV 却有中型SUV的大小 乘坐空间肯定够用 后皮箱储存空间也是很大的 不过它的最大优点不是它的空间 而是内饰和科技配置 它支持主伏架 后排三驱独立调温 拥有近一米长iMAX三连屏 搭载了高通骁龙8155 旗舰级芯片 还有全车语音交互 乘车驯位性很强 博主认为系统升级后的 新月L整体品质还是不错的 性价比很高 它目前有混动和燃油板 前车比较少油 后车动力强劲 广大车主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推荐来到纯电新能源这边 随着新能源渗透力逐渐提高 购置一台新能源 已经不再是标新利益的选择了 并且国家现在很重视 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 提出到2023年 基本建成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新能源车企也越来越卷 纷纷提出高性价比新能源车型 现在购买新能源汽车 着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推荐比亚迪元PLUS 它属于比亚迪的王朝系列 相比海洋定位更加成熟稳重一些 厂商之道价是3.98至16.78万元 上市以来销量一直不错 近四个月产年紧凑型SUV销量榜首 原PLUS为什么可以获得这样的成绩 原PLUS的车身尺寸分别为4455 1875 1615 轴距为2720毫米 相较于送PLUS电脉要小以后 外观设计风格围绕荣严美学 车身线条很优美 轮毂也很好看 整体来说颜值还不错 但它内饰很奇怪 很多车主反映这个建设房风格 有些沙马特 由于博主今天推荐的是15至20万元的车 所以在这里着重介绍 原PLUS的顶配和次顶配 两款车型的配置区别不大 动力和续航都在同级别纯电车型领先地位 顶配版有自动驳车 想审视的车主建议上顶配 原PLUS不但在国内畅销 在国外也是如此 曾在新加坡获得1到5月 纯电汽车累积排行第一名 它的优点不言而喻 但它也有些缺点 它的仪表盘太小 缓震也有待提高 最高续航版本为510公里 续航上与其他品牌 同价位纯电车型竞争略显越识 第二 IOS PLUS 厂商指导价14.98至18.98 车身尺寸4810 1880 1515 轴距2750毫米 空间上 这款车是在众多同级车之上的 它的造型 原因超低风阻概念车 ENO146 科技感十足 并拥有0.211CD的全球最低风阻 还可选装超低风阻套装 大打提升速度和操控性 其内饰简约大气 也极富科技感 PLUS版提供610公里和510公里的 续航里程版本 在同级别中属于顶线水平 它最大的亮点是 1.9平米全景变色天幕 大打提高了乘车体验 此外还有下雨自动关窗 挖掌机开窗等各种懒人功能 智能功能配置相当不错 不过它的后备箱感应开启有些鸡肋 感应开启后需要手动抬起 IOS PLUS的被动安全配置不太新 只有前排安全气囊和侧安全气囊 不过毕竟是广西ION公占市场的全都产品 这款车整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除了这款车 ION的紧凑SUV ION Y PLUS 也是纯电汽车市场的热销款 厂商指导价13.18至17.98万 车身长4535 宽1870 高1650 轴距为2750毫米 这个数据在紧凑型SUV中位于领先水平 它的后排空间和储物空间都很大 非常实用 再看它的面包车外观和简约内饰 不难得出这款车主打一个实用性 ION Y PLUS的直接竞争者是原PLUS 它提供610公里的续航版本 并支持220伏对外放电和全座椅全品放倒 实用性优于原PLUS 但当对比两款车的同价位车型时 会发现ION Y的安全配置略差 第三 生兰SL03 分为14.99的增程式款 16.79和19.99的纯电款 纯电的两款车的区别在于续航 分别为515公里和705公里 车主大多数购买的是增程式款和515公里款 生兰SL03的定位为中型车 车长4820宽1890高1480 轴距2900毫米 后背箱储物空间很大 但乘坐表现不佳 后排座椅很直 坐着很不舒服 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的颜值和性价比 前脸造型非常帅气 尾部的贯穿式尾吨 深受年轻人喜爱 再加上它低趴的姿态 不便逛车门以及隐藏式门把手 整车的颜值在同价位车型中绝对是佼佼者 不过它的小毛病也很多 有各种意想问题和死机问题 在车的设计上也有些偷空减料 只有前排座椅只有坐垫可以加热通风 前轮没有内衬板 底盘偏硬 减震一般 如果可以忍受这些小问题 这款车还是值得入手的 毕竟在这个价位 它的配置都是很不错的 第四 领跑C11 领跑作为新势力品牌的黑马 目前发展的很不错 就领跑C11来说 它的销量在23年上半年翻了20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绩 领跑C11的定位为中型SUV 经销商报价14.98至23.98万元 车身长4780 宽1905 高1675 轴距为2930毫米 纯电管车身会短30毫米 乘坐空间和储物空间都是相当大的 它的后排支持40%比60的放倒 放倒后后备箱空间会更大 再加上它支持3.3000瓦对外放电 确实是一台露营神器 领跑C11的外观时尚 内饰简约大气 很符合它家用实用车的定位 整车的用料以及安全配置都很不错 辅助驾驶等智能功能 也是同价位领先级别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很多车子都是奔着它的实用性和性价比来买的 不过领跑毕竟是个年轻品牌 造车经验不足 C11经常会有些小问题 也有车主遇到过断电的大问题 OK到这里今天的推荐就结束了 博主的动讨只是基于个人感受的主观推荐 当然也下了很多功夫查找资料和对比 新手小白购买低辆车 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 就要和身边懂车的朋友一起 让他帮忙出谋划测 把钱花在刀刃上 下的功夫越深 购买的车型便越合适 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 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 最后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或者有聊到你心意的汽车型号 不妨给我个关注和三点 如果视频数据好 这个系列我会一直做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视频为你带来1-5万元各家位段 公路车车型推荐 我也会从消费者的视角 比较不同车型之间的优劣 并且推荐理由各种参数 我都会以TVD的方式在视频中展示 做这个系列是因为身边和后台私信会有很多朋友问我 预算过万如何选公路车 是考虑自主还是买品牌整车 想到一些观众可能也有同样的诉求 索性做一期完整的视频 但即使当下还没预算的朋友 也可以收藏这期视频 以后一定用得上 低造2万这个价位的品牌整车 主要以贪行为车架 105机械或者电变套件 旅轮为主 这样配置可以说主要把预算都花在了车架上 为你后期升级探轮 或者更高级的套件 留足了空间 随便升级个傻都能提升齐心体验 追求性价比可以看看国产品牌 俗话说预势不绝TCL 吉安特综合架TCL ADV3叠沙版 或者耐力架戴飞ADV3 二者都是吉安特入门的探价整车 吉安特顶级探车架车架的代号为ADVSL 耐力架因为车型几何相对舒适 所以更适合新手小白 和想要呵护好药的车友 外观上戴飞内走线更加美观一些 不过据传今年TCL会换代 变成全内走线 不着急的可以再等等 配置上探价探前叉 两者都为西马诺TCL套件 不过戴飞ADV3的前变速器 换成了105 总体来说提升不大 主要看你喜欢哪个系列 当然这个价位里吉安特可选的车型 还是有非常多的 就是配置不同 比如戴飞ADV1就有105电变 当然价格也接近2万了 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择就好 接着就是高斯特1到3万 是高斯特的主流价格区间 同系车型高斯特的车架都是一样的 区别主要在套件和轮座 以及车把坐垫坐管等配件上 高斯特目前有三个系列 爬坡驾Ringer 气动驾Duro 和综合驾Cobro 高斯特目前入门的叠杀车型 为2023Ringer EVO Elite 东力T1000碳纤维材质制制成的车架 105机械套件铝轮 车架在这个价位段非常顶 如果预算充足 可以考虑加4000 升级成2024Cobro EVO Sport 变成105电变 如果再加3000升级成Sport Ultra 车把轮阻坐管等都升级成碳纤威了 3000预算净卡8 加钱加到98000 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烦恼 总的来说 在这个价格区间内 不论是配置还是颜值 高斯特都是绕不开的选择之一 毕竟曾经也是上过自行赛的品牌 经受了包括环法冠军波加查 在内的很多大pro的考验 在国产品牌里面还是非常靠谱的 梅利达瑞哥多或斯特拉4000 前者气动车 整车调为激进 机型姿势也会更善 后者偏综合 整车相对舒适 重量上也会轻一些 二者的配置差不多 碳前叉 铝轮105 对于大部分车友完全够用 二者都为 美利达CF3次顶级碳价 近期新款的 美利达斯特拉卡本 性价比也蛮高的 简配版CF3车架 就是目前比较难买到 国外品牌这个价位 可以看看闪电的Tarmac SL6 是闪电最知名的Tarmac系列 舒适和高颜值 是该车型的亮点 T-KR套件 Dag的9R入门碳行为车架 碳前叉 铝轮 整体配置和TCL ADV3 Days差不多 但是价格上会贵3000左右 这个价位还有Tarmac SL6 Sport 升级的105套件和铝轮 Traker Emonda SL4 Traker OCLV500入门碳行为车架 11速的105机械 喜欢Traker品牌的 可以考虑一下 意大利炮 威廉GTR Team 105机械套件 喜马诺RS171铝轮 颜值也是非常能打 威廉品牌的标志性元素 变着三叉起的logo 和车身上优雅的字幕 辨识度非常高 2-3位这个价位 国内品牌的整车 主要以四顶级碳纤维车架 105或UT电变碳轮为主 如果没有竞赛需求 配置已经非常紧了 无欺骗休闲期完全够用 首先是Gaustor 综合架Carbot Sport Legend 后风架Duro Sport Legend 车架材质质 东地T1000碳纤维 这辆管车都是105电变的 仅配版本 轮組为CP10M 碳纤维一提法 碳座管都有 可以说是这个价位里 性价比超高的车型之一 在汽油中好贫如潮 二者主要的区别是 车架几何和外观 Duro的汽水是光面的 在造型上更加犀利 Cruber是磨砂的 大家喜欢哪种 至于UT电变的版本 就看各位预算了 吉安特TCR ADV Pro E-Disk 是顶级碳纤维车架 UT机械套件 碳纶为吉安特自家的 SLR-142轮组 同价位段还有 气动甲PB ADV-1 以及耐力甲 代飞ADV Pro E- 对于非专业选手而言 从机械到电变的提升 是会比从105到UT的提升要大的 美利达在这个价位段 有瑞多6000或7000 废质上和吉安特差不多 这里就不过多岁数了 有需求的可以暂停观看 国外品牌 闪电爬波架 ASOS Port Shimano 105 将整车重量做到了7.8千克 要比同期的TRAKER EMONDA S15 要轻接近1000克 TRAKER爬波架 EMONDA S15 或者SL6DI2 TRAKER OCLV500 入门级探轻微车架 SL5为12速105机械套件 SL6为105电变 都为旅轮 近两年 TRAKER和闪电 都在国内新开了大量门店 也能提供专业的售后服务 SVILLE综合奈利车型 Halegonia SVILLE也是这两年 环法赛事的冠军品牌 这款车算是价格最入门的SVILLE车型 探轻微车架 105机械套件 旅轮 这个价位段 还有UT机械 105电变 REBOR电变版本 供大家选择 其他的配置变化不大 如果非常喜欢这个品牌 可以考虑购买 ZEROSA 838或者IDOL LOGO上的红星标志 是小姐姐们的最爱 不过基本只能买到车架 前者1.4万 后者1.7万 一般来说 配个105电变和国产探轮 像KONKAS SUPER TEAM 都是不错的 洛迪价大概在2.3到3万左右 如果是自主的话 这个价位可选的车架 品牌已经配置 已经非常多了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去分享你的辆车 以及你的自主思路 3到5万这个价位区间 市面上大部分品牌 都可以买到 只是车架激烈的问题 对应的品牌整车 肯定也是有的 但是一般大家都是自主偏多 无论是个性化 还是性价比 自主都是根据优势的 我这里拿顶级公务车 PINARERO整车举例 PINARERO DOGMA F DA电变整车的官方价格为 是3.18万 但在靠谱的车店 DOGMA车架组 加DA电变大套 加DA轮组 加飞贼探轨坐垫 加其他配件 加装车费 加基础Sizing 整车9万出头就能落地 当然封减尤人 但是你想找一家靠谱的自行车店 买整车货的自主 不妨来看看 和我们深度合作的PB Planet Retreat 坐落杭州拱树运河天地 目前除了宇宙E-Bag之外 也代理上面提到的不少执行品牌 欢迎大家查看评论区 资讯和线下捧场 回到正门 这里我就重点讲下 自主的注意事项 首先自主公路车 我们需要明确 公路车的组成部分和型号 因为公路车组装 既不防呆也不防傻 不少人都在上面踩过坑 再就是合理的预算分配 一般来说 公路车主要分为三大件 三小件和其他配件 三大件就是车架组 套件轮组 三小件就是车把 坐垫坐管 其他部件就是靶带 脚踏内外台等 一般情况下 三大件会占预算的70%到80% 三小件和其他部件 占20%到25% 剩下的就是装车费 或者塞顶了 这个价位的自行车 无论是自主还是买整车 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找一家靠谱的专业店 做一个塞主 来找到适合自己的车架尺码 同样是170身高的两位车友 跨高差距可以超过10公分 几乎能跨越两个尺码 买车前和商家沟通基础数据 线上或者线下沟通尺码表 才不会出现被不靠谱商家 强塞库腾车架的情况 这也是买球最大的坑 全新手部推荐 直接做花费上千元的飞艇 先花一段时间培养齐心的习惯 是休闲还是禁忌 但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再去找专业的飞腿 调节坐点高度 垫圈高度 把力长度 弯把参数 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力姿态 我们身边有不少车友 在飞艇之后 工具直接提升了10%以上 可以说是最值得的一笔投资 一般来说 现在的车架品牌都会附带 前叉 坐管 坐管家 玩组 伟钩等配件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 也会自带一提把 但价格往往都比较昂贵 自足整车也可以选择 性价比更高的国产 购买前需要明确 车架投管和车把的适配 并在专业车店计时的帮助下 装车 在车架之后的第二步 是选择套件 目前主流品牌为 喜马罗和苏联两家 主要有手变 后波 飞轮 曲笔 前波 链条 刹车 铁片 在这个价位段 推荐大家都上电变 体验上会更好 喜马罗电变 主要有105UT和DA3档 功能上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主要是重量 另外喜欢苏联的朋友 可以期待一下 他们今年会发布的新款RED套件 按目前透露的重量和技术参数 相信会对DA的市场 造成一定的冲击 第三步选择轮组 来自海外的主流轮组品牌有 喜马罗 Z.Pora DT.Swiss Princeton Carbonworks Lightweight等等 国产品牌有 Netbin 明贝斯 Superteam等等 轮组由浮条 车圈 花骨组成 碳轮根据轮框高度不同 分为高框 中框 低框 三种 高框轮组适合频路寻航 但偏重 低框适合爬坡 中框则是我全都要 好的碳行为轮组配合好的内外胎 可以很大提升齐心的速度和感受 由于不同轮组 会带来完全不同的齐心体验 大家也可以尝试者和好机友们 换着其不同的轮组 在齐心中持续寻找新鲜感 齐心是轮组空缎的声音 是由花骨所决定的 所以购买轮组时 可以根据个人喜好 来选择不同花骨的轮组 也是自主的乐趣之一 购买轮组是不包含内外胎的 这个需要另外购买 轮胎分 开口胎和真空胎 开口胎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内外胎结构 真空胎为了防止破损 内部会填充自补业 公路车的轮胎规格多为700乘X毫米 700代表直径 X毫米代表轮胎宽度 我推荐28毫米级以上 毕竟谁也不想刚出门 就卡下水到凹槽里 第四步选择三小件 三小件是整车减重的核心部分 因为同价位的车架套件 轮组重量都不会差距太大 所以想要减重 一般都会从车把 坐垫和坐管下文章 尤其是选择超轻方案的 一定要慎重安全第一 第五选择其他部件 这个就可以根据 自己剩余的预算和风格 进行选购就好了 如果不想后续售后 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里还是建议所有的配件购买 包括装车都在增加电精心 当然也可以自带配件 到店里进行装车 付个装车费就OK了 如果实在不想这么麻烦 其实也可以看看 德国品牌Canon 圈内也是好评如潮 被国内网友称为德国杰特 因为是直销模式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 所以在同等配置的情况下 价格大约是闪电和吹客的 70%到80% 性价比很高 并且官网实不知 还会给出一些不错的优惠 非常吸引人 预算2万左右的朋友 也可以看看 宇宙E-Bag的电筑力公路车 Model E 23800的价格 速连新款iPad渐变 全碳配件 配置不输大牌公路车 在一档电筑力的情况下 电池续航超120公里 不管是城市周边风景 还是无人区 它都可以帮你抵达心中的远方 欢迎大家找我们了解产品 或者来杭州线下体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视频制作不易 还请大家多多三连支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自己的公路车 对以上这些品牌 或自主感兴趣的 可以查看评论区制定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大家好 这期视频 我将手把手指导大家 如何研究透新能源车企 从研究一台电车 到底该不该买 到底点一台电车企业的 唐青既定例 我们总结了一些 我们的研究方法 这真的是压箱底的干货 这期视频 我将分享我们的商业分析资源 和独家研究框架 我强烈建议 那些有意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 一定要认真观看这期视频 因为买电车不同于传统汽车 过去买车只要看评测 单研究这台车怎么样就完了 而电车的交付价值 却贯穿整个车的生命周期 如果车企倒闭了 那承诺的OTA在线升级 首任车主权益 也将不复存在 比如当年被忽悠买了乐视的老哥 真的有可说不出 除去车外 更应该研究车企本身是否靠谱 当然要是你本身 平时就会购买一些股票 那就更应该收藏这期视频了 因为我会在分享一些 新能源资讯网站 和投研思考框架的同时 也会讲一下 我对2023年三家造车新势力 各自目前的优劣式的理解 好 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我先将本视频 讲到的资料网站贴在这里 提供给需要的老哥截图自取 如果是了解一些行业动向 新能源资讯 我推荐以上几个国外网站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全球新能源汽车资讯 Electra上有很多 关于特斯拉的干货信息 Electra会有一些电动卡车充电设施 以及储能设备的行业信息 国内的网站建议看看 新出行电动帮车运网第一电动 新出行有很多国内 一手新车信息极评价 电动帮提供了新能源 选车 看车 买车 用车的 全程服务和信息 如果你只是普通消费者 买电车 看看这个网站总归是没错的 车运网会垂直一些 专注汽车智能化 电气化的信息 相对会审辱一些 Nesca Show这个网站 被誉为全球汽车百科全书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各个车型的介绍 及其精美图片 爱扯玩家可以收藏起来 如果是专门关注特斯拉的动态 可以看看TeslaReady这个网站 是专门围绕特斯拉和SpaceX 两家公司专门建立的网站 有不少一手信息资源 除此之外 综合的资讯网站 我会看看36克 泰媒体极客公园的汽车版本内容 对最新实施热点有个大概的了解 当然如果是我在做行业研究时 习惯性的工作流 还是先找行业研报学习 研报整合网站 发现报告 动点研报都不错 Google后者的性价比会更高 我平时也会加一些免费的研报知识星球 需要的时候在搜索框里直接搜索 如果有时候你已经知道一份研报的名字 但网站却没有收入 不妨追根究底 看看研报是哪家机构发布的 直接找到机构的资料库搜寻 说不定还是免费的 或者把研报的名字 交上PDF为关键词 在谷歌浏览器搜索 效果都不错 不过还是要知道 研报这种东西有一些质量也不高 甚至网上90%的研报价值都不大 现在大家更多的还是看很多有用的数据和图表 或者对行业里过去发展历史和现阶段进行复盘 因为你去看外面什么人的见解 都难免有自己的立场 但图表数据 你是可以基于图表自己做分析的 如查询新的员车型销量 对于做好车企研究至关重要 另外车企数据当然有很多地方可以查 我比较常用的是DAS Auto网站 它把数据归纳分类做得特别好 全国的零售量 城市零销量 以及保有量产量 都能按照时间把数据拉出来 有专门针对新的员的一些数据查询 包括三电系统数据 不同地区充电桩数量等 数据相当详细 我现在常用的一个技巧 就是让AI扮演不同行业的专家 针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归纳 AI的归纳能力排列组合能力是远超我们的 往往最后生成的结果效果也不错 此外做好新的员投研 还需要关注新的员车企发布的财报等信息 之间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造车新势力的估值那么高 明明这么差的财务表现 都没赚什么钱 怎么能支撑起这么高的估值 这是因为当时车企对这三家企业 是有非常高的期待的 绝对未来可以取代当下传统车企的地位 不过时过境迁 现在传统车企也纷纷造起了电车 而不少车企还非常能打 这次又不断陆续降价 这让有的新势力品牌现在就很难受 目前这种车企的估值 也逐渐回归3P指标了 即市盈率市销率市净率 市盈率就是一家公司 当前股价与其每股收益之比 如果这个指标明显高于其他同行 或者行业平均水平 那可能就意味着估值过高了 市销率及公司市值与其总销售收入之比 市净率就是公司市值与其账面价值之比 三个指标都是同样的道理 高于同行或者行业平均水平 就说明估值过高了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投资回报率 如果预期回报低于投资者要求的回报时 那公司的估值也意味着被高估了 当然如果你说你实在看不懂财报 那我建议在今天这个时代 可以用AI工具解决 一家车企财报发布之后 你可以把上面我说的关键指标找出来 再去找对应的行业平均指标是多少 整理好后集中位给AI 让其进行分析 因为这些都是纸链指标 雷打不动的数据 所以分析出来一般不会出错 但也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 因为电动车企 你还需要评估它的发展路径和想象空间 评判还未上市的新车型 在未来上市发售的时候 是否有足够竞争力 能不能卖爆 有些时候一款爆款车型 就能把整家车企的股价 拉到一个新高度 正是爆款车型 就是驱动新的元汽车行业的驱动核心 从供需关系上 爆款车型一方面要看消费者的需求 需求带动销量 二来是评估车企供给 你有多少产能 产能的商量速度决定了爆款车型的爆发速度 其实现在做投研 可比以前轻松太多了 因为好的AI工具提升的效率可能没有十倍 但两倍肯定是有的 如果现在习惯性下载好研报后 会把它为给KDF中枢这个AI管理工具 不同于ChatGP加插件 KDF中枢理论上可以投为无限多的PDF研报 和自己整理好的投研资料 建立一个小小的实时的 不垃圾信息污染的数据库 让AI只基于这个数据库资料生成问题答案 目前看生成的效率是非常不错的 也能很大程度上帮助博数提高投研效率 当然除去财报外 想更深入剖析企业 还应该关注财报电话会内容 尤其是CEO高管对提问的回答 如果你长期跟踪创成人的发言 就会发现哪些创成人是想清楚了长期战略 在稳扎稳打执行的 而哪些创成人又是投机分子 走一步看一步的 那他们家的车和股票 可能长期就不太值得买了 我一直认为 企业的一号位的深度访谈是很重要的内容 比如虽然我对理想汽车感觉一般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研究理想这个人的 自己朋友圈也写过两条对理想的评价 他们表达的东西肯定是更深刻一些 比如以前老是被众潮的增程路线 现在各大传统车企都在 增先发布和抢转市场 因为增程汽车很可能并不是一个过渡路线 而是新品类的开创 如果一个城市全是纯电车型 那对当地电力负荷也是很大的压力 但混动车型是拥有调风填骨的能力的 相比燃油车又更环保 因此中国工程学发布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 认为到2035年的时候 混动车型很可能完全替代燃油车 那时候混动车型和电动车将各占一半 除去赌对增程和产品定位这一点 我觉得理想近期被讨论越来越多 还在于它确实最早敢于 跳出传统车企定义的价值框架的 大冰箱大彩电直接给你 通气悬挂 真皮座椅按摩 通风加热 这样看配置上吊打同级别车 国内买车都喜欢大 可是大车往往意味着贵 理想全系都是5030毫米以上的 大尺寸车身 给人直观感受就是大很极健 而价格上因为走的是真诚 没有那块昂贵的大电池 也没有高级别辅助驾驶投入 再加之理想用到的供应链 很多地方的用料额外的省 所以理想的成本比别的车低太多 可以卖到一个相对更低的价格 因此现阶段的理想销量相当可观 而且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它在自己的赛道是几乎没有对手的 反观小鹏近年就很头痛 虽然不久前上市的小鹏G6价格很劲爆 20万的价位就能拿下800伏 加一体压柱加XNGP的车型 无边框车门溜背造型 前双扎臂后五连杆 可能全球都找不出这么良心的车型 但是小鹏这次的竞价 是完全不顾BOM成本 也就是造车过程中的材料 人工制造费 强行把价格降低了 很可能销量越大亏的越大 理想之前还发微博说 一家车型的毛利最好在15%到25%之间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否则这种商业模式便是不健康的 难以循环保持下去的 还有小鹏当下的主力销售车型 占了总销量70%的BGP5最低配车型 实际是没有搭载什么先进智能驾驶配置的 也就是说小鹏主打的自驾体验 很多朋友是没有享受到的 而这块智能驾驶的研发投入 却长期在小鹏内部占据很大比重 这就有种把好钢用在刀背上的感觉 所以这块问题是小鹏内部一开始没有考虑清楚的 未来今年压力也很大 基于财报显示 未来的销售毛利率仅有1.52% 是三家造车性实力中毛利最低的 在反观同时期理想高达20.39%的毛利 其次特斯拉同期毛利19.34% 比亚迪17.86% 之所以毛利如此低 主要在未来的销量实在太少了 所以单车分摊了非常高的成本 一定能力太弱 但领兵又早早在媒体宣扬过自己绝不降价 不过现在也是争相定义了 在今年6月份调整了全系新车价格 首任车主用车权益 未来的问题在于从诞生至今就走 车企还得捞路线 服务所有车企都可以做 但服务是要花钱的 很多车企服务不到位 还是说账算不拼 不划算 未来主打高端市场 建了那么多newhouse之后 却发现高端路线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可观的回报 没有带来高毛利 反而在车企里是垫底的 而且会随着未来用户10倍增长后 变得越来越难做 这让未来的商业模式还有待考验 最说当下小鹏未来有一定压力 但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用何小鹏的话说 人家账上还有几百亿放着呢 一时的颓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谁能笑到最后才是关键 对于今天的视频内容 实际博主还是很感慨 在两三年前 三家造车新势力 几乎是被资本市场无脑热捧的 也有太多投机的钱涌入新能源这一赛道 并叫嚣未来传统车企都将不复存在 直至现在不少传统车企 推出的新能源车型也相当难打 因为造车本质还是对供应链的管理和溢价能力 这块是传统车企多年以来建立的优势和壁垒 就跟几年前一种新消费品牌也很火一样 换一个看起来很时尚的包装 以为就能让年轻人无脑掏钱买单 但有些产品是空有其表 年轻人为什么要单单的 为一个好看的包装花钱呢 而圆基森林能跑出来 本质还是自己一直在积累 有足够的线下渠道能力 因此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 一定不要基于表象思考问题 而是要透过现象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